丙火啊 丙火是太阳之火啊 是热能啊 一切的这个光啊 辐射呀 这个猛烈的呀 这个温暖的呀 这个大火炎炎的呀 都是说丙火啊 所以说丙火的话呢 地支当中要见到银武虚啊 这个三个字碰在一起 合成了大火局了啊 我们说这一年里边呢 这个诸事物作啊 什么意思呢 木火聚焚啊 这个灰飞烟灭啊 等等啊 这个有银武见到虚年 有银虚见到五年 这都是合了大火局的命 哎 这个 甲丙火呀 生在喜欢什么呢 春秋啊 春天的话呢 这个有木来生 秋天呢 这个秋收有果实啊 丙火呢 又刻这个金为财 春天呢 是这个万物生长啊 这个秋天呢 这个有万物之用 丙火日出生的人 有鬼水 有心金啊 一个是正官 一个是财星啊 这个言于律己啊 这个可以在工作机构当中呢 是作为权威人士存在的 嗯 生在卯月的话呢 这个有这个子水啊 这透人水啊 或者是说丙火见人啊 这个明高啊 望重啊 是什么呢 也是说他的权威性 也是说他的知名度 等等啊 遇见什么呢 遇见这个透出 天干上透出极土 透出这个 石神啊 商官啊 这两个东西啊 这个衣石 丰盈啊 这个 丙火生在卯月里边啊 重点的是什么呢 重点的是要走到身有金的时候 得财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呢 这个得财之后呢 会引发一些病痛啊 太阳火啊 最忌讳的是木太旺了啊 叫遮蔽阳光 嗯 秉身日的人啊 这个财星 让让我们另眼相看啊 尤其是生在夏天啊 生在新四月的秉身日的人啊 基本上呢 是文武全科 文武双全 而且是正财啊 会非常旺盛啊 是因为他的正财月 又在天德啊 在心金上面 嗯 这个过去啊 这个有一句话叫做 火长长下 金叠叠 富有千钟 说的是什么 丙火日的人 夏天生的啊 生在四月的人 这个时候的话呢 要给他们做风水局 就是要做四有丑 汇金的这个大局啊 这个得大财大富的 这个格局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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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做过一个 这个 这个风水啊 风水这方面的 往上选择的 这个 呃 办公室 大楼啊 这个西向的啊 西边 能看很长远的地方的 这个 这个 视野的啊 金局 最后 二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实际上就已经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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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当中 那都是 翘楚啊 这个 四月的时候啊 这个 人 水 庚金 两后啊 这个 科甲 荣险啊 所以 丙火命的人呢 这个 看文昌呢 是要这个 金水相逢的啊 也就 庚金 跟人水 给他来做 文昌局啊 丙火生在秋天的人啊 这个 过去说 丙丁有月 比肩不济啊 也就是说 火多了啊 这个 丙丁火来的更多 生在秋天的人呢 都是帮身 认财 丙临 身子 物当头 贵 比 王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贵气的话呢 也是 非常高啊 丙临身未 逢羊水 难获 延年 嗯 到一定的岁数啊 丙生日的人 如果天干上 透到了人水 人水呢 冲战啊 这个过去 我们说 这个人丙相战 分外眼红 多数是 这个 发生 比较大的疾病 而且 一旦发生 这种 大疾病了之后啊 就是那种啊 突发性的这种啊 这个脑梗啊 心梗啊 这个中风啊 甚至于 还有人 这个 发生一些 非灾横祸啊 这个 岳逢应寿啊 这个 安抚尊荣啊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这个 在深月里边 这个 岳令上面 透出了甲乙木 地支当中 有银卯的啊 这个 都是 好的啊 这个 炳火 基本上啊 在这个 春天 秋天生的人 命格 高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